起床啦 起床啦 赶快起来训练啊 让我再睡五分钟啊 带不起来扣你工资 小睿 你被人想 起床喽 起床喽 阳光明媚 风光的好 新的一天开始咯 小话少说 言归正诈啊 今天第一天训练的 大家都悠着点 老猫在体能训练方面 比较有经验 今天就让他 来带着大家训练吧 好 今天既然是第一天 那咱们一定要 把关节活动开 等一下坐微微出汗就行了 来 活动一下关节 手腕 脚踝 差不多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 那我们就先来个慢跑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来吧 来 啊不对 跑 不是说慢跑吗 别看了 去吧去吧 跟上 跟上啊 我好饿啊 我哪儿了 真的太傻了 你这么矮 太阳过不到你 陆思诚 好累啊 真惨 队长大人 你能不能跟瑞哥说说 这哪儿是体能训练 明明是体能虐待 谁在求诚哥不要体能虐待 什么意思呢 诚诚 是不是怎么样了 诚哥 队长大人 诚哥 我在直播 看见了 诚哥 全世界都看到了 诚哥 诚哥 截图了 截图了 你俩干嘛呢 冬猫猫的 我在直播 我瞧瞧啊 这不是小瑞吗 圆界啊 求笑容大大开直播 带摄像头的那种 早晚都会被看到 有什么好躲的 嗯 说的有道理 童谣 不 你不是已经签了直播合同吗 再说你早晚都会被看到 有什么好躲的 这个摄像头 不太合我心意 你不是买了每一样摄像头吗 去 直播KPI你记着点 四十五个小时 可不是月底一两天 就能够不完呢 除非到时候你找人 把小瑞绑架了 否则他还是会毫不留情地 扣完你的语气效的 买好了每一摄像头 刚才哪知识两桂 做了我们诚哥的身啊 没有变成性了 这么贴心啊 什么变成性了 赶紧开直播 有一个试男士你拿的 再说关直播 看看群众的呼声吧 童谣 看来今天你必须得开直播 行 但是你得给我一点时间 我要准备准备了 你要准备什么 开个直播而已 你还准备盛装打扮的 根据参加女王晚宴似的 瑞哥 你就别管了 好 饭 粉头 上班啦 你还准备吗 你好 我找 你好 我找童谣 你好 美女 江湖就近 朋友 绕一绕 老板关门 好 你躲什么呀 我怎么感觉你在往我眼睛上面戳 姐妹 你看看你自己 黑眼圈都出来了 你不这个侠怎么面对高庆身仰头的考验啊 姐妹 你这熬夜训练 皮肤都干了 我也不能每次都跑过来给你化妆啊 下次直播前自己就个急 记住啊 每天一片小迷糊面膜 好 多不甩 是是是 谨遵姐妹教诲 这还差不多 我刚刚在楼下看到屋里诚哥 果然是甩得残绝人寰 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炒上CP了 什么炒CP 你别瞎说啊 怎么就成我瞎说了 我可是一从国外回来就全程围观了电竞白蛇传呢 往事不要再提 怎么 简阳还纠缠你啊 那 太阳盛开的地方重现江湖啊 你别笑啊 你跟艾佳和好了吗 我干嘛要跟他和好 我要不是来跟你化妆我才不来呢 你要是想和艾佳定居国外 你就直接跟他说啊 你怎么知道人家不愿意啊 他有时间听我说吗 他每天就电竞电竞电竞 我想想都知道他肯定舍不得他的俱乐部 哪怕现在薪水高一点 能打一辈子吗 而且每天躲在房间就像一只吸血鬼 你说谁像吸血鬼 就算你是 你也是只可爱的吸血鬼 可以吗 可以 不过你现在准备干什么呢 既然已经拒绝了国外的交易 就先在国内找份工作试试看喽 我记得你大学的时候 不是做过电竞主持人的兼职吗 我当时是为了艾佳好吗 我现在才不想去凑这个热闹 不过 最近确实有人找我去代班主持一个什么 全国联赛的抽签仪式 全国联赛 那不是我下面要去参加的比赛吗 你答应了 我还在考虑 闭眼 换眼线 你把眼睛给我闭上